老赖躺平不还钱 到底谁能整治 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3年的时候 王某和马某夫妇 向中联盟公司贷款购买泵车 因经营不善 本该分期支付的数百万元 顿时就没有了音信 你觉得你不会电话 不会信息 别个都找不到你啊 不但是个发忙 而且紫上内还很早急 2019年法院判决 让其偿还300万的贷款 但两人直接躺平摆出一副 始祝不怕开水烫的驾驶 直到拖到了今年 或许是这对夫妇过于佛系 于是该公司决定给他们 打打鸡血 申请恢复强制之心 走起 经调查发现 这对夫妻不仅经营了一家烟酒店 近期还发布了去洛阳旅游的视频 法官给他打电话 何时情况 这对奇葩的夫妻 就是不接 就是玩 连法官的电话都不接 你是绝对法官提不懂 X了还是绝对法官算了要 法官当场开具了预居留通知书 因该夫妇不履行义无拘 不配合法院执行 因此依法居留该夫妇15日 最终麻麻还是还了部分欠款 达成了分期缓缓的协议 所以俗话说 该理了一样的头部了 跑得了 马了库 马了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